这是一种常见的调味料 做菜炖肉都离不了它 可求助农户邓行文采摘它的方式 却让帮小妹大吃一惊 在同一时间段 我们为何能看到八角的全部生长阶段 在专家的基地 大晴天的为什么突然下起了雨 本期节目带你走进八角的世界 八角常见的调味料 炒菜炖肉能增味提香 是造就美味的奥妙所在 我们生活中主要是这种八角 香气浓郁耐储存 那新鲜的八角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又长在哪里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栏目的邦小妹来山上寻找 种植八角的求助农户邓行文 可现场的一幕直接惊呆了邦小妹 邓小妹 邓大哥你爬那么高啊 是啊 都在摘八角呢 你不害怕呀 太危险了 不怕啊 我们经常在这里摘啊 他站在特别高的树顶上 就很灵活 像猴子一样 就是转来转去的 在我看来当时真的手心发凉 腿都软了 我就特别怕他们有什么危险 我先慢慢下来啊 慢点啊 我这走在这角度发软 你爬那么高也没事 没事没事 你太厉害了 求助农户邓行文 三十岁 求助问题 八角树落花落果严重 产量低 这就是八角吧 对啊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 长在树上的八角 原来新鲜的八角是绿色的 一颗颗簇拥着挂在枝头上 八角是木兰科八角鼠 又称为大茴香大料 因其大部分外形 由八个角而得名 八角树属于桥木 十几米高 要想采摘新鲜八角 就必须要具备一项技能 爬树 你要看到支点嘛 有个承重点 支点 对 你手抓到的支点嘛 你脚的踩的话 踩稳一点 是不是 我穿着这个鞋就可以踩 你这踩着脚底不打滑吗 算了 不会啊 现在不会 这种鞋里不会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邓行文就爬到了树顶 采摘八角是个体力活 每年八角树开两次花 需要采两茶八角果 一茶是三到五月开花 九到十月果熟 另一茶是八到十月开花 第二年三到四月果熟 所以会看到一个独特的现象 花跟果子同时挂在枝头 八角花的子房能清晰看到 等花瓣干枯后 这就是未来八角的雏形 在同一时间段 我们能看到八角不同阶段的生长状态 看着八角花很漂亮 可邓行文却面露愁容 如果这些花都能结成果的话 很多了 都能保住的话都可以 都能保住都可以 是 你这花是什么意思 是往年也会掉 往年也会掉嘛 会落了一半都不止 落一半都不止 不止 地上也有掉的这种果 这种结成这种小果之后 也掉到地上面 你看 这些都是小果 你看这落的 这底下已经发灰的 是以前落的吗 邓哥 是啊 这些都是以前掉的 在树的四周 秘密铺着一层 已经干枯了的八角花 花落下来的数量确实惊人 八角树上根本没保留多少 你的产量也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大打折扣的 对 如果按正常能结果的话 能一百多斤啊 现在的话 你看上去果很少 是 这能结多少啊 现在摘下来的话 应该三四十斤左右 不是很多 落花落果问题 严重影响着八角产量 每棵树的产量 普遍在三十斤左右 最少的不到十斤 产产仅仅一千斤 距离正常产产 三千五百斤 相差甚远 帮小妹跟随邓新闻 看了很多棵树 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这个八角树啊 它长得又高又大 但是它上面的挂果 跟这个树形完全不成正比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在一个这么长的枝条上 零零星星的挂着几棵八角 我当时以为是他们摘过了 我以为是落下的 后来邓哥跟我说 不是 这就是一棵 还没有摘过的八角树 新鲜采摘下来的八角 要用热水焯一下 称为杀青 八角会从绿色变为褐色 杀青能抑制八角发酵 利于香气的形成 方便后续的晾晒 直接倒就行了是吗 直接倒 倒了 随便拨杂一点 那就补一下 你像这个的话得晒几天 才能成这样晒好的八角 三年四天吧 四天 看天气天气好了 四天 天气不好的话 就晒多两天 我看看这个晒好的 这个好香啊 是啊 晒干的也很香的 对 它这个已经把所有的香气 都浓缩在这个干的八角里边了 这个皮已经爆开了 露出色了 今天晚上可以收了 这些干度已经够了 刺手了 这样子扎到这道刺手 就是说你摁上去感觉很干 很有点扎手 就是已经可以收了 是 对 新鲜八角经过杀青晾晒 变成我们熟知的干八角 干八角由于紫暴露出来 香气更浓郁 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不用担心变质 如今采摘下来的八角量很少 虽然价格不错 但也卖不了多少钱 那时候还年轻 也不懂什么创业之类的 就是打个工随便玩一下 后来打着打着 钱没赚到 还是回来家里面创业 管理一下八角 八角又有点市场价格有一点 人生短正十年来到这个世界上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较好的 本来你就一无所有 你不是创业 你更是一无所有 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 对八角有着特殊的情感 邓行文希望 未来能在自己喜爱的八角树上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针对邓行文的问题 我们就近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 乡土专家墨毅50岁 种植八角30年 种植八角300亩 亩产量达3500斤 我在超市里或者在市场上 我怎么能挑到这种质量上层的好八角呢 你挑就是像这种 它开裂那种 颜色也是中红色这种 果肉也比较厚那种 果肉比较厚 香气也可以闻一下 香气也可以闻一下 你闻 闻到那种清香的感觉 把那个八角放下去 它那个手留下八角的香味 这个八角就是比较好的 还真是啊 我放下以后 我手上居然还有这种香味在里面 对对对 还有一点甜味 对对对 在选择八角时 应选择均匀开裂 露出饱满的紫 颜色棕红色 肉厚味道香甜 手有鱼香 这样的八角品质上乘 用来做菜炖肉 味美香浓 专家来到现场 发现了一个求助农户 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样做口你看 做的你看 这样我们不懂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灰 当成灰啊 之前等于说 你也注意到了是吧 是呀 在专家的基地 竟然有一种 省工省食的八角品种 八角不用踩 直接摇 这样这样你看你看 它不掉下来 你看 更多精彩 请继续收看 八角味浓 炖肉香 华老师 看上我们这落花落过 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问题 现在看看这种花朵 花朵很少 这产量你看 十斤左右吧 这个是这么大 是要十斤的这个 是产量出发生梯的 对 之前有的落了 开到那花朵 落到地上面去了 现在这些小果 你看随地捡这里都有 这是小果 你看 孟老师 你看这地上多少小果 都掉了很多小果 现在这种问题比较大 如果这些能保住的话 这个产量也是蛮好的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 乡土专家墨毅 并没有着急调查 而是在整个八角林里 转了一圈 很快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这片八角林里 有的八角树落花落果严重 而有的却落得不多 这个果就有一点点 但是它产量不少 花朵也没有 你看这个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看地上面就少一点 你看这个果上 这个就一块果就多一点 你看 在同一片八角林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状况呢 很快 叶子上的一个细节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你像这块你看 这种你看 我们用手一摸它 那个手都黑了 手上就有这种绿色的 小粉笔墨一样的东西 整这一棵树栽下来的叶子 跟这边这个树栽下来的叶子 对比一下 对对对 这样更直观一点 对 看这差别挺大的 感觉这个叶子 你看用手捋过以后 干干净净的 手上没什么东西 对对对 通过两种八角树叶的对比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落花落果严重的 八角树叶子上面 都有一层灰 而落花落果少的 八角树叶子 却很干净 那这叶子上的灰 与八角树落花落果有关吗 那像这个灰的话 附在这个叶子上 它是有什么危害呢 就是影响那个光合作用 它光合作用不强 它那个就不能制造那个养分了 叶子的光合作用不够 素就会容易那个营养不良 容易腮退 也是容易影响那个落花落果嘛 绿叶是植物的养分加工厂 能通过光合作用 合成养分 供给八角花和果子 如今表面蒙了一层灰 直接影响光合作用 养分合成少 供给不足 导致花和果脆弱容易掉落 它这个明显就是 就是感觉长上 长不在上面去的 长上去的一样 之前我们不懂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灰 当成灰啊 之前等于说你也注意到了 是吧 是啊 之前知道看到那叶子 我就把它当成灰啊 影响落花落果的原因找到了 我们不禁有另一个疑问 好端端的树叶 表面为什么会有一层 擦不掉的灰呢 它是那个虫害引起的 它是那个以前有那种牙虫 接口虫之类的 分泌那种分辨物啊 粘到这个叶子上面啊 灯哥你看一看 在在在 你看这个 这个是接口虫 它不为移动力 它死了吗 它咋不动呢 不死不死 它就在这个河里面 你看这个 它就吸收 吸收那个 也吸收那个 叶片那个 养分是吧 对对对 如果是牙虫它为移动力 你看这边 反面基本上都有 对不对 这看一下 你这个也有 这也有 这也有 这怎么接网 你看要走还会动 它过去找动 这会找动的你看 很多这种 你不注意看 人不知道的 牙虫 芽壳虫 是八角树里 常见的海虫 它们吸食叶片枝叶 分泌物和排泄物 会留下来 粘附在表面 进而阻碍了叶子的 光合作用 你看这些都有了 原来都是有 都是有这种病害的 我难怪 我的落花落果 那么严重 邓行文的这片 八角林 落花落果严重的 罪魁祸首 就是这些小虫子 可奇怪的是 同一片八角林里 为什么有的八角树叶 遭受了虫子的侵袭 而有些树却没有呢 每个树 它有它的特点的特性 比如说这个 你想一下 它可能它这个甜一点 甜一点 那个虫就容易咬这个那个 这个可能它不那么好吃 它有挑的 这不都八角树吗 叶子怎么 味道会不一样吗 它每个品种不同 它也要 也要差别的 品种不同 品种不同 当初邓行文的父辈 种八角 根本没有统一品种 这些看着都是八角树 但产量 大小 抗虫性等都不一样 这就造成了 同一片八角林里 虫害的侵染程度不一样 落花落果 也不尽相同 当务之急 是要控制虫害 墨逸返回家中 带来杀虫杀菌的药剂 及时地为八角树杀菌驱虫 怎么样 邓哥 打完了 刚打完了 累不累啊 也不是很累 辛苦莫老师了 真的很感谢莫老师 为了表示感谢 邓行文特意邀请莫逸 来家里做客 都忙活着呢 准备要等下做饭了 你们这忙啥呢 就是做菜呢 对对对 这是什么 在做只鸭 邻居秦大哥为人实在 热情好客 烧得一手好菜 乡亲邻居只要聚会 都来他家 炖鸭 炖鸭是吗 鸭子要放八角 要 肯定要 这个也要放啊 还有那个香 香味道出来 放了八角可以增香 就是这个吗 对 这是自家产的八角是吗 对 基本上是不是每次做菜啊 炖肉啊都离不开这个八角 对 都要放 都要放 那个重味道的菜 我们都会放一点 干八角香气浓郁 炖肉必备调料 只需一两颗 就能去腥提香 美味升级 一会儿功夫 饭菜就做好了 来来 谢谢谢谢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这个酒香啊 吃一个的吧 吃一个蒜 炖肉 可以 闻着是特别的香 香吧 很香啊 我们八角炖的嘛 很好吃 比我平时吃的八角炖肉 都要香 这里头也就这一颗八角吧 放一颗都可以 一颗就可以让这一盘肉 变得这么好吃 对 其实我们餐厨上面 很多菜都可以放八角的 很多菜 比如鸡啊鱼啊鸭 这些都可以放个八角 就感觉是在咱们这儿 八角是必不可少的 你放上一个八角 感觉心里就踏实了 少了我们八角的香味 肯定没那么好吃吧 对 炖肉的香气 当地弥漫整个屋子 八角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 午饭结束后 莫一邀请邓行文去自己的基地 要给他看些好东西 专家那里到底有什么呢 这果很漂亮 这果 果就很透 像这口你看 你是接的很多的 这个接的八角特别多 你看这一个枝上就能接多少斤 能接十斤吗 能啊 就这一点就相当于 你一棵树上的产量 对 这个应该要五十年了 五十年呢 五十年了 很多果 最多那样我达到两百斤是吧 能挂两百斤 那超过我的预算 我呢 就是当达到一百多斤的话都可以 健壮的八角树 挂满果的枝条 随着深入的观察 邓行文也渐渐发现了一些门道 以后看到那个水管怎么往树上面爬 我这个是搞碰罐 碰罐的 上个有个碰木头吗 有个碰木头 在上口碰罐 上面碰罐 就会混成一下周边的二十米都可以 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展示一下吗 可以 我还想看一下 那里 还有水 可以看到了 哇 来了 真的来了 快没有带伞 快跑啊 像严功降雨一样 太神奇了 莫老师 你看 他现在就 你看 现在他要下来了 就像那个降雨一样 莫老师每次被嚼一下就脸上露出特别得意的笑容 对对对 很满意自己的成果 通过在树顶喷罐能够均匀地把水撒在八角树的叶片和根系上 营造出八角喜爱的湿润环境 利于水分吸收 同时还能节省人工方便管理 说到节省人工 在墨艺的八角园里 有一个八角品种采摘很便捷 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不用费劲 这样这样你看你看 全部掉下来了 哇 这样这样你看你看 全部掉下来了 哇 真的就跟打枣一样 对对对 全部都掉下来了 你看 这样这样就 树大都掉了 但是那个发都不掉 你看 发都还在上面 小八角还在这里 为什么晃的时候 小花小果不会掉下来 它重量很轻啊 它是不掉的 发都还小八角都在这里 大了八角基本掉到地上面 你看 果都掉到地上 真的是晃得也很干净 我真的没有想到八角树 还可以把这个八角给咬不下来 咬得特别地干净 当时我跟邓哥就特别地开心 先看一下这里这么多果 等下我咬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它尝咬下来 你要扎这个 让它摆动 真的 真的全部都掉下来了 你看 就短短的几秒钟 就把这果都掉到地上来 这可真的是摇钱树啊 可以有啊 这种 基本上都掉了 所以这个品种比较好 就能感觉到 莫老师真的很厉害 他考虑得很长远 在邓哥还在为这个产量 发愁的时候 莫老师已经开始悬育 这种便于采摘的品种了 在保证产量的同时 如何实现操作上的这种便利性 这么多品种我就试验一下 能不能拿哪个品种能摇下来 赏了很多员工 从最开始到您成功之间 这条路有多少年 到现在就有30年时间 30年啊 一次是研究这个 八角炸接啦 品种选育啦 30年啊 相当于一个人 就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莫老师是献给了八角 对对对对 对于我来说 我才接触四年 但是我可以借鉴前辈的 那些产量品种啦 加学技术啦 我可以借鉴 现在我 也可以自己搞得了 成功都离不开 长久的坚持努力 莫逸用30年的青春热情 换来了丰收的喜悦 此刻我们看到了 八角人的传承 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期望 参观完专家的八角园 我们此行的帮扶也就结束了 下午还有时间 两人决定带着帮小妹 去深入地了解一下 他们当地人的八角生活 这是贸易一条街 我们古龙的八角做生意的 这个全部是这条街 这相当于是咱们镇上的 商业中心呗 对对对 贸易街 这么多阿姨 对对对 挑上以后 包装包装销到 这个我们北方去 销到北方去 整个古龙镇员都做 这个八角生意的 像这些阿姨的话 基本上就是咱们 镇上的人是吧 他都是我们镇上的人 当地人 他每天都在这里 搞这个八角 这个挑船之类的 精进翻茧 翻茧之类的 不要那个果柄 调那个果柄出来 把那个果柄 什么都调啊 把这个八角的 这个饼 饼 扳下来扔掉是吧 扳出来 这个不是饮料 以后他还要用 搞那个五香粉 这个 原来 分茧八角是为了创造 更多的价值 镇上的妇女 年轻的时候 种植管理八角 年纪大了 利用空闲时间 来做些轻松的活 赚一份收入 来补贴家用 你这一天 能分茧多少斤呢 一天啊 找到两百斤 一天你一个人 能分茧两百斤呢 有啊 你看他一天 都有一百开收入了 一天可以赚一百块钱 多的有一百多块 多的一百多块了 是吧 哇 你看那边堆的 那个八角 已经堆成一堆成 一堆成一座山了 我去看看 好香啊 香啊 对 特别香 香啊 好幸福啊 趴在这里 对对对 满满的都是收获 在这里 家家户户 都在从事 跟八角相关的工作 八角给他们 带来了幸福生活 也带来了人生方向 他们脸上 总是挂着笑容 就是那种满足的 对未来 充满了希望的笑容 你能感觉到 八角是融入到 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里的 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角落里 都不能缺少了 八角的身影 真的 这就是一个 八角的天堂 所有的人在这里 都跟八角息息相关 都跟八角息息相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